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攻不够 干部来凑 富士康又出奇葩新操作 近日 富士康又出台新政策 宣导16及以下非管理之干部均需去车间历练 不得不说 这历练二字可谓是点睛之笔呀 强制干部去车间干活 还冠冕堂皇的说是历练 历练二字可以说是被富士康运用的淋漓尽致 自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之以来 不少车间员工因为收入减少 纷纷离开富士康另谋出路 随着员工的离开 车间人员需求成为极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随之而来的就是富士康让干部下车间的操作 抛开个人情绪来讲 我们不得不佩服富士康的这波操作 富士康在削减成本方面绝对是把好手 为了降低成本 政策层出不穷 方法花样百出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富士康考虑不全的 政策具体内容为 实际干部明年三月份之前至少去五周 十二月份之前必须完成十周的车间历练 该政策一出 引起了干部们的纷纷议论和吐槽 但迫于高阶主管的压力和强制性要求 也只能俯首听命 假如你是富士康十六即以下干部 又会何去何从呢 今年富士康的效益比较差 所以在我们本地也挣不上钱 只能去外地了 昨天晚上就开始整理东西 查了查武汉的天气 把一年四季 穿下秋冬的衣服都带了一些 希望老公去了能够顺顺利利 昨天还和老公打赌 今天肯定都是家属来送的 结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老公的同事都是自己来的 没有家属送 网上对富士康的传言有很多 都说富士康快不行了 上个月的时候还很正常 这个月突然就没有加班了 小老百姓的愿望其实很简单 只要挣了钱能够养住家 能够还了房贷就可以了 老公出来跟我说再见 你跟我拜拜 下一次再见就是2024年了 房子要断供了 因为我失业了 今年是我在北京北漂的第五年吧 我已经是30岁了 然后至今还是单身 然后想着也是 自己虽然单身 但是好歹也有个房子买了 但是呢 现在没有钱还供了 因为我被裁员了 上周我还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 在下午的时候 就是刚中午午睡醒来的时候 突然召开了一个大会 然后就被拉到了一个群里 然后就去了一个大的会议室吧 然后就是有领导啊 还有HR之类的 然后就给我们就说 现在什么经济环境 然后不好 然后公司也没有上市成功 然后可能就需要 就是裁员 然后我一听就觉得 哦 这一天还是来到了 现在大房间也不好 听到就是周围的一些朋友 一直就是失业之类的 然后也没有想到 还是这一天也轮到了自己 今天终于见识到 什么叫变本加厉 真的是服了 从一号到现在九号 一天班也不让我嫁 然后就是说要双休嘛 然后我们五个小 然后我们五个一小组 然后他们都不下 都不双休 就我第一个开始下那个双休 然后下导班的话 从一号到现在 一天班也不让我嫁 赤裸裸的针对 上个月不是说 他针对我嘛 然后让我写报表 报表写好了 让我下导班 就那件事 然后一直过不去 还有就是说 说我越级告状 上次发那个视频 然后就是说 人家调解矛盾处的 然后给我打电话 说要处理矛盾 说想着算了 是吧 就总共也就两个加班 是吧 没想到这个月开始 好了 加班少是少了 然后我们管控60个 然后就是说管控60个 然后现在一个班没加 你最起码是吧 你让我上一两个班 然后下一两个也可以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一直让我下 一个班都不让我下 然后他今天又跟我说 他说 你报告不写 明天马上就要报接二了 你赶紧写 不写的话 还是报不上 就这样说的 真的是很奇葩 真的是万年奇葩 我长这么大 我不如社会 上这么多班 不管是在哪上班 都没遇到过这种人 外子企业撤诉中国 对于打共者而言 绝对是一种悲哀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这些外子企业 外国似文家 被咱骂了十几年 但是真正能够按照 劳动法办事的 还是这些外子企业 我也在外子企业干过 很辛苦 加班很多 很劳累 但是绝对不会差你 一分钱工资 改给你两倍工资 就是两倍工资 改三倍就是三倍 从来不可能出现 捣秀这一说 我想这也就是 为什么富士康事件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你想找一个地方打螺丝 很容易 但是能找一个 足额发放你工资 加班又加班费 响应的保险补贴 一应俱全的企业 可并不是这么好找 锅内的老板 天天跟你称雄道弟 嘴上拿你当亲人 一发工资 就拿你当仇人 以前有这些外子企业 在老物市场上 这些锅内的老板 还不敢太过的放肆 一旦外子企业全部说出 在劳务市场上没有了精证 震不好手 以后打工人的命运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特别佩服那些 整顿之长的年轻人 你可选择沉默 但是请你不要嘲笑那些呐喊的人 因为他们所抗争的 也许本就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权利 劳动法本来是保护劳动者 但是大部分的劳动者对这部法律 我想已然知之甚 这不仅是中国普法工作的悲哀 更是劳动者的悲哀 因为36小时的规定 我们员工就把他们都自愿要求加班 为什么加班可以多增加收入 可以增加1.5倍增加2倍的收入 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 我们就非常困扰 有时候我们遵照美国的法令 因为我们的客户是美国的客户 照60小时 可是很多的NGO的组织 他们就用 当然我们讲他们调查 他们就混进来 但叫我们遵就当地的法令36小时 可是每个员工就说 我36小时我的收入会减少 我希望加班 各位想想看 36小时一个月 我们以平均25个工作天来讲 一个礼拜五天 20几天 25天 我们一天只能加班 不到两个小时 八个小时加班到两个小时 十个小时 对一个年纪轻 16岁到18岁到20岁来讲 他们希望多加班